今天都是金童玉女來的 現場男士你們有沒有就是常常在路上 大家都對你投影就是覺得羨慕的眼光 覺得你怎麼可以跟女神在一起 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難免男生嘛 就是想要PO一些合照在facebook上 炫耀一下 然後我的朋友都說 你又跟哪個model合照 你在發什麼炫耀文 好相信 覺得我在炫耀 在show off 那你的確在炫耀對不對 有一點 有一點點 可能在運動上面當不成臺灣之光 但至少在另外一半上自己可以稱為 滿足自己的內心 其實大家都講出來 都講到臺灣之光 就是其實 剛帶她出來跟我朋友認識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好奇說 有烏克蘭女朋友有沒有 她的姐妹 還是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 對 我身邊的朋友比較不會直接問 但是因為我跟修恆有在做那個粉專跟Youtube 很多網友就是會留言會來信來問 問說比如說怎麼追到越南女生 什麼場合可以認識 她的朋友還說她是越南王 不是臺灣之光是越南王 對 對 但剛剛就這樣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她朋友會問她說 你到底去哪裡找到這種人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各位男士 就是你們怎麼樣找到另外一半 是有什麼樣的機會去認識 不是這樣 這很重要對不對 其實我跟莉莉認識的地方 是一個 再普通不過的地方 哪裡 我們在 真的假的 怎麼妳很有膽量 妳是 是妳在捷運之狼的時候 不是 在捷運之狼 所以妳發現了我的第二個 沒有 其實那時候莉莉她住在紅樹林 然後我住在淡水 因為我下班的時候 我都從大安站坐捷運回家 然後 我有一次坐捷運的時候 就發現有兩個外國人 他們剛好上車 然後 他們就站在我旁邊 我余光可以瞄到 但我依稀又有聽到說 他們好像在討論我 講中文 他們講中文 沒有 他們就是講英文 對 那因為我聽得懂 所以我大概可以聽得懂 他好像在討論我 可是那時候 我的目光不是放在莉莉身上 我是放在她朋友身上 她朋友是 金把碧眼的外國人 所以碧眼的目光 會比較被吸引到 然後後來她朋友下車了 然後我前面 剛好有一個位置 那她就坐在我前面 然後那時候我才發現 你到現在講話還在發抖 沒有 沒有 好真實 而且那時候我第一眼看到她說 我覺得她超像安海瑟 對 我剛剛好想講 也很像 後來也很多人這樣講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對眼了三秒鐘 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真的超緊張 這算一見鍾情嗎 真的是對眼三秒很久 沒有 我們一開始 我們一開始對眼三秒以後 我那時候很緊張 然後我一路上我就一直在盤算說 我到底要怎麼 跟她搭訕 然後我是要講中文還是講英文 然後後來到了紅樹林站 她下車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在猶豫說 要不要衝下車跟蹤她 然後那時候捷運們已經 真的是捷運池 然後那時候捷運的人 那時候捷運的人們已經 鼻鼻鼻鼻鼻在叫 那時候就衝下去了 就衝下去了 這是一個劇本 就是這樣浮起勇氣了 就直接衝下去了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就跟蹤她 跟在她後面 因為紅樹林捷運站 下車要過馬路才會到她家 那時候 過馬路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站在她後面 然後她發現我站在她後面 大概距離多遠 很遠嗎 還是很近 大概這樣子嗎 沒有 再近一點 這麼近 差不多我一個小手臂的距離 你跟蹤老闆天 前男主生有發現嗎 一定有 所以那時候我就被發現 她就轉過頭來一直看我 然後她 90秒 90秒 90秒很小 90秒 90秒是一分多鐘 一分半 90秒眼睛露在學場上 她一直看你 她的錢刀抓得很緊 她一直看我 她一直看我 而且旁邊很多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 超怕被當成變態 對 然後後來 其實你是耶 很像 不過 顏值還算不錯的變態 OK 然後 還有自信 沒錯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過了紅燈 過馬路以後 我就一直跟在後面 因為我已經被她發現 所以我就離她蠻遠的 還不說話 沒有 然後那時候她就準備要進家門 那時候我就上前攔住她 看到家門 我就跟她想說 可以跟 要一下你的Facebook 跟你的聯絡方式嗎 這麼自己 對 不是 她哪一晚跟我說 她不是 她不是我的 問我的FB 她一開始就問我 她要哪一天晚上 請我吃飯 我真的覺得她好奇怪 真的很奇怪 對 真的很像變態 真的很像變態 對 但你最後有給她 你的那個Facebook 對 有 那你不覺得她是變態嗎 因為我覺得她 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好 所以這樣也OK 所以第一次的三秒鐘 你就有 你也有感覺了 對 我覺得她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 你跟你朋友在聊 真的有聊到她是不是 對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她的時候 或是在街上 對 然後她那時候穿著西裝 因為她剛下班 喔 西裝 對 所以我知道 她的皮膚真的很翹 真的 可以嗎 可以嗎 站起來 看一下 看一下 一隻褲子 來 可以 所以外國人女生 會先看屁股 有時候會 對 然後我的朋友 我們剛上捷運的時候 她一次教我看她 然後我們就一次討論她好帥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哇 這個男生真的還不錯 她真的很HOT 對 那真的是 真的是捷運情 對 一見鍾情 那麥可你在捷運 用這招用過幾次 其實那是第一次 也是我的最後一次 太棒了 很浪漫 很浪漫 你這樣講完明天大家 一堆人要去紅樹林捷運 對 穿西裝 把屁股墊高一點 假屁股又穿衝了 好浪漫 我們來聽聽看下一段故事 Peter 這幾次真的是蠻普通的 又普通又穿 好棒 年輕人現在跟你講 都是IG的 對 真的 一開始 我就在滑IG 然後就無意間看到她 然後就點進去說 一個烏克蘭在台灣工作 好像還蠻特別少見這樣 然後我就OK好 Follow她 就沒怎麼樣 然後後來隔天看 她也Follow我 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 好像有機會 真的沒想到 真的想出來 我那時候沒有想什麼 然後就是 好幾天都沒有說話 我也沒有主動去見她 或是怎麼樣 然後她也沒有Message我 然後直到有一天 應該過了蠻久了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她剛好要找模特兒拍她公司的行路 然後就說 你身邊有沒有認識 怎麼樣怎麼樣的模特兒 然後我想說 剛好想到她 然後我就 就Message她說 你好 怎麼樣 我朋友有需要一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機會 就是你願不願意來接這個工作 這詐騙集團的 對啊 對啊 對 然後她就很冷淡就說 找工作的話 有工作機會 你可以跟我的經紀人講 公司 然後我們就沒聊天了 對 就好像公司公辦就對了 對 所以最後有找她拍嗎 沒有 沒有 但是我的 那你們最後怎麼認識的 後來之後 我就有密她聊天這樣子 對 那開頭就是因為工作 恐要有一個理由 藉口先開始 一定要開啟 那你們第一次約就約出去 你第一次約她 有 你這麼厲害 對 所以說去那個做帽工藍 那她一定也對得到 對 就是很難下來的那一種 對 而且要叫救命都叫不到人 對 但是那是超尷尬 因為那時候 她英文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好 然後也不知道 她比較害羞 然後中文也沒那麼好 對 所以都在不是那麼好的狀況下 卡在貓礦輪車 一路上去 然後我們都沒說什麼話 然後就看風景 太尷尬了 對 一開始真的是覺得 那你們做完懶摘 還有去吃飯或什麼 有 有 然後才稍微有講話 對 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兩年半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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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追她是追多久才追到 大概 因為 大概有一個多月以上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以上 但我們那時候不常約會 因為她工作很忙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要工作 然後都是她工作結束之後 我去她家旁邊的公園 對 聊天晚上之後 好青春喔 練習一下中文跟英文 對 那一定是被那裡 對Peter一開始也有好感 才會有 這很重要 那被那她第一次留言給你的時候 你有心動嗎 你看到這個男生 有 因為兩個年前我很喜歡K-pop 所以我覺得 韓國人很酷 所以 我第一次看她的照片 她那個時候也是模特兒 所以很好看的照片 所以覺得很大事 她也是韓國人 所以我說她在Instagram 你其實有點像韓國的 有有有 韓國那很像 對 所以她在Instagram上發短信 說她的朋友叫模特兒 所以我給她的 我的公司名字 然後我們開始每天聊天 聊天了 然後開始出去 然後我記得一次她問我 你吃過K-pop嗎 我覺得K-pop 這是韓國的意思很酷 然後她要我跟她一起去韓國 但是我不知道 韓國就是酒吧在台北 就是K-pop 所以我 東東去一個酒吧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她說 你有沒有去過K-pop 然後她那時候英文不太好 她就以為說 你有沒有去過K- Korea 對 她就以為我是韓國 然後她就更高興 這樣 最後不是 撿到寶 對 因為她以前比較喜歡Big Ben 就是很好的Big Ben 對 勝利對不對 她跟你約第一次出去 你就點頭說好 好 你不怕她是壞人 或者是 不怕她看起來很 真的 真的 我們這種私訊她 立刻封鎖 對 真的在追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困難 或是卡關的地方 所以大家有什麼地方是 你真的覺得 快過 追的時候真的很困難 對 很困難 其實我剛開始追第一的時候 我一開始不是 跟她要了她的臉書嗎 我這個臉書上面 跟她打了招呼以後 那我這中途也有約她 大概五六次 但我每次她都會找理由拒絕我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好不容易 真的約到了 她就跟我講說 晚上可以一起吃個飯 而且 還可以到她家做做 我那天 我那天睡不著吧 聽到這個我想說 聽到這個我想說 中了 晚上應該 中了 滴滴滴都先見 晚上應該還是低 對啊 好像長片 長片 飛行城市啊 對 比較安靜的 我那天整個超興奮的 然後我就是 一整天就是 很亢奮 很亢奮 然後很亢奮這樣 可是到了下午六點 她就突然傳簡訊跟我講說 我今天晚上有工作 是會想殺人 天考一下地獄 重點是 我前面已經被拒絕了五六次 我想說 這次還玩我啊 對 我就說 我不要鬧了吧 生氣 然後我就整個很沮喪 可是到了九點的時候 她又傳簡訊來跟我說 問我說關心我 我在幹嘛 我就說 我準備要睡了 因為我隔天還要上班 然後她就說 加油 你能進去 我耶 寫寄本了吧 你又可以幹嘛 寄本了吧 我沒有你太厲害了 我就... 你收一半... 你咧 釣魚釣得厲害 那時候躺在床上 我整個從床上彈起來 我馬上去洗澡 然後準備要出門 現在什麼要洗澡 先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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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說 可能會發生一些 再正常不顧的事情 而且... 你那邊都沒有 你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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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那假屁股穿上 然後 我覺得法國女生真的很會吊 他這時候就傳了一個簡訊跟我講說 我想說 為什麼要帶什麼 為什麼要帶什麼東西 對啊 第一次見面要帶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法國女生 我家裡剛好有幾群還不錯的紅酒 然後我就帶了一瓶紅酒 我覺得法國女生真的很聰明 因為她跟我講帶什麼東西 可是她沒有跟你講說要帶什麼東西 假如那天晚上我亂帶東西 亂拿什麼東西出來 我想說之後可能我就沒有機會 不過其實那天晚上我是 就是有準備的 什麼都有帶 我什麼都帶好了 對 對 只是要拿出來了 連雨衣都帶了 真的 真的是 everything 藏在... 藏在那個內袋裡面的 所以早上那個準備的 可是... 可是那一彎她表現得還不錯 所以第二天她跟我說 她要再來 表現得不錯 我說好 然後第三天我也說好 然後第三天以後 我們就出在一起了 好想戀愛 努力付出是有... 是有代價 是有代價的 所以麗衣 因為她約你 你一直說沒口沒口 是故意的 是真的嗎 因為我老公在追求我的時候 一開始我都一直拒絕她 我沒有時間 我很忙 可是有一次我覺得 好吧 就答應她一次 然後有一天她跟我說 她要晚上請我吃飯 我想說她應該要請我去 一般的餐廳還是酒 可是到了才發現她進了 101樓上的餐廳 然後那一晚我們聊了很多 感覺真的很好 我心想真的不敢相信 因為我感覺真的很舒服很完美 然後總途我去洗手間 打電話跟我朋友跟她說 我現在在101樓上的餐廳 跟這個好帥的台灣男神吃飯 因為我真的不敢相信 全部都很完美 然後那一個禮拜也是聖誕節 她送了我一個 好漂亮的 你真的下重本耶 真的 有 你當作最後一個女生在追 真的 我覺得就是 已經這麼完美了 一定要拼一下 用盡情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好幸運的女生 因為老天爺 我給我一個好帥 好浪漫 還有應該有錢的男生 對 真的 你做得好晚喔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年 兩年 對 好恩愛喔 對 感覺還是很熱戀 很羨慕你們 對 而且剛好在聖誕節 聖誕節是最想要 適合談戀愛的時候 不過我最後還是想問你 到底帶了啦 所以東西過去 你自己當講啦 你自己當講啦 觀眾在做筆記啊 這個很重要啊 除了紅柳之外 還有帶什麼 該帶的時候要帶啊 還有帶0.03 太細節了 太細節了 重點是0.03 所以 Vincent 那時候是怎麼追到潤子的 很辛苦啊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很辛苦啦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好像在覺得 他覺得 我是覺得他有點可憐 為什麼 因為他跟當時的男朋友來台灣 後來他們就分手了 然後到公司上班 其實我們是 一開始是公司的同事 是 然後我常常看他一個人在廣場 就是一個可能一個 困困的廣場 對 然後 就是鬱鬱寡慌心事從中 他手上拿這個杯咖啡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可憐 所以我就過去跟他交談個幾句 然後後來瞭解之後 我就覺得想說 他這個狀況其實 還滿可憐的 我說 失戀花粉就在一定 對 然後工作壓力又大 然後又沒有朋友 可是 然後幾次之後我發現其實 不是這樣子 其實到朋友還滿多的 然後追求者其實也很多 然後其實我想了那麼多 其實跟我們就是 一個人心裡的小劇場而已 對啊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淡水 然後我們走著走著 然後我們就共同做一家 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知道說 中了 我覺得這時候就是 考驗兩個人感情的時候了 一起寫起來 對 寫板子 你們有板子跟筆吧 有 來 你的在後面 這麼刺激 在弄我們就是 在淡水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們就決定了在一起 來 我們倆一起看一下 板子你們寫的是什麼 1 2 3 脫光光泡湯 不是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好嗎 我寫得很浪漫 他寫得很情澀 這樣 這個不會 老公是覺得吃了霜淇淋 就覺得吃哪裡 兩個人一起吃一支 對啊 朋友的確不會這樣做 不會啊 對 霜淇淋的時候他只有買一支 那麼小器 為什麼只買一支 所以我覺得 他常常請我吃飯 所以我覺得 他已經沒有錢了 只剩一支霜淇淋的錢了 無關 我也沒什麼喜歡他 所以吃霜淇淋的時候 是他一個人在單箱吃 你根本沒有喜歡他 沒有喜歡他 而且我不喜歡 跟別人一起吃一個東西 有口水病 對 然後覺得 可是他 因為他每次請我吃飯 他已經沒有錢了 可能他也想吃霜淇淋 所以如果我沒有給他吃 我超級高 你吃一吃 你有分他吃 因為你只是覺得他可憐 但他以為你是喜歡他 對 你會錯一點 我沒有想吃霜淇淋 所以我只有買一支給他 對 你以為他把你當自己人 所以餵你吃 因為不好意思拒絕 他突然就這樣子 好 我現在比較想聊的是潤子 上面寫的那個 另外一張板 我覺得那個比較精采 我想要看十八鏡的 對 對 這要好好解釋一下 第一次跟他一起去 他找我去那溫泉 你說OK嗎 你們在一起了嗎 已經 下次再一起 已經建立關係了 建立關係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建立關係 什麼關係 你們講話跟建立關係 什麼意思 好模糊 通常關係就是那個關係 還是曖昧之前 曖昧 已經交往了 已經交往了 沒有明白的 所以我們幾月幾號 開始交往這種的時候 沒有錯 所以曾拖掉衣服 在最近說 我們交往 很冷 很冷 很冷就像趕快 脫光去泡溫泉 不是 你們還沒有那麼明確的 表示的時候 你看到他在溫泉裡面 就已經脫光光了 所以我很害羞 我沒辦法脫衣服 所以老公是一進房間 就脫光 對 下面有遮嗎 沒有 很急 對 那你那時候看到 你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不要亂問 對 真的嗎 我以為他喜歡 不要問 OK OK 了解 他為什麼在流汗 所以那時候你就看到 他覺得 脫光 你是覺得這個男生 怎麼樣 你心裡那時候是想什麼 是不是常常帶女生去玩 對 對 這樣很容易 我們問一下專家好了 老師 這應該是很有經驗 好 所以那時候就是因為 這個一個簡單的理由 就是你看到他裸體了 所以你就決定要嫁給他 這麼容易 沒有 可是 我跟他結婚的理由 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還在 留在台灣 那這樣子的話 一定需要繼續留建 對 所以我們跟他 開始交往的時候 已經想說 我差不多兩年之後 想要結婚 然後我 交往之後 第二年的生日的時候 他帶我去泰國 然後他帶我去 很有氣氛的地方 求婚 所以我對 我覺得那個時候 今天他要跟我求婚 對 對 沒有東西 苦苦的 苦苦的 這麼大 結果 沒有 而且連餐廳都沒有訂 沒有辦法進去 怎麼這樣 你們還是在外面進不去 有沒有公有外面吃炸雞 那他口袋有苦苦的嗎 沒有 也沒有 你要說什麼 請問 他的記憶不好 我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只是 我只是帶他去泰國 泰國有一家 郵輪餐廳 因為我覺得 東西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很浪漫 然後想說 他沒有去過 就帶他去吃 結果我們要去的時候 那要先購票 那去的時候 剛好那天他 休息 可是我還是有帶他去 海上餐廳吃飯 對啊 就是另外一家海上餐廳 那個餐廳 然後他裡面的那個 布置是延伸到海外面去 很浪漫 也是很浪漫 他就挑那個不好的獎 對 很適合求婚 你怎麼沒有求婚 重點沒有他自己想太多 我沒有要求婚 後來他都沒有求婚過我 沒有求婚 那最後 是你跟他求婚嗎 對 我求婚成功了 因為我快要到期了 結果是快要到期 我問他要不要等級 不然我要回去日本 那就等級了 就這樣子 這麼不浪漫 其實我後來 終於了解 如果那個立場互換的話 女生被求婚的那個感受 其實很緊張 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結婚 對 所以那時候很緊張 很緊張 對 今天的影片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謝謝